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是美東時間7月23號 星期五 本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疫情中 東京奧運會拉開帷幕 選手登場 臺灣降級防疫警戒 伊朗再次爆發疫情 河南新鄉多個村莊 淹水兩米深 民眾仍被困屋頂 觀眾翹首期盼 神韻本週末 在美國康州加演三場 由於疫情延期一年後的東京奧運會 週五正式舉行開幕儀式 下面來看本台記者從現場發來的報導 大家看到我身後的就是本次東京奧運會的主會場 由日本設計師魏延吳先生設計的森林體育場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後 東京奧運開幕式就將在這裡舉行 為了避免群聚感染 東京市民休假 東京市內各處進行交通管制 奧運會場附近更是規劃為禁止進入區域 除相關車輛外更是無法開入 政府呼籲人們在家觀賽 但竹會場周邊除了媒體人員 工作人員 還有很多前來感受奧運氣氛的民眾 雖然無法進場 但是他們也紛紛拍照留念 記錄這一歷史時刻 因為健康運氣氛的力氣氛 因為健康運氣氛的力氣氛 東京2020現在有很多負責報道 但健康運氣氛的力氣氛 所以現在我們相信 23日上午 東京青海選手村內的選手們已經開始活動 他們陸續乘坐巴士 試過粉色專用奧運車道前往主會場 等待參加晚上的開幕式 7月的東京正值酷暑 為了應對高溫 東京都採用水無降溫技術 既降溫又環保 力者們可以在炎熱夏季感受到滋滋涼爽 既然推遲了一年 但是我們還能把這個奧運搞好的話 肯定很多人會很高興 黃昏時分 主會場燈火輝煌 場內已經隱隱傳來月聲 場外各國媒體嚴陣一帶 越來越多的民眾聚集到一起 人們教授一帶 見證這場人類歷史上最特別的奧運拉開帷幕 新唐人日本記者站東京採訪報導 再來關注中共病毒疫情 週五除中國大陸以外 全球約1億9,204萬人確診 超過413萬人死亡 伊朗再次爆發疫情 迫使民眾自發到鄰國旅遊接種疫苗 台灣新增23例本土確診 從下週二起降為二級境界 臺灣週五通報新增23例本土確診 其中18人已知感染源 增加2人死亡 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宣布 27號起降為二級境界 7月27號起至8月9號 全國條降為二級境界 指揮中心公布了各項防疫原則和指南 包括開放集會活動人數 市內50人 室外100人 開放50人以下旅行團 除了飲食 外出全程須帶口罩等 週五 東京奧運會開幕 由於疫情 體育場將只對大約1,000人開放 當天 東京新增1359例確診 比一週前增加了1.56倍 東奧組委宣布新增19例中共肺炎確診 包括三名運動員 不過選手表示並不害怕 伊朗此前連續兩天 單日確診超過27,000例 創下疫情以來新高 週五新增20313例 226人死亡 當劇本州下令首都德黑蘭 以及附近的阿爾伯茲省封鎖6天 伊朗週五報導 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 接種第二劑國產疫苗 但伊朗民眾到鄰國亞美尼亞旅遊 接種其他疫苗 亞美尼亞的伊朗遊客數量 從5月的大約5,000人 增加到6月份的9,000人 新唐人記者李梅 江迪亞綜合報導 河南多地連日強降雨 洪水泛濫 其中 新鄉灰陷 城區大面積停電 鄉鎮村莊被淹 部分地區水深有2米 民眾表示當地的4個水庫同時洩洪 卻沒有通知下游 很多人無法及時撤離 河南新鄉灰縣 河西莊村村民張女士說 全村2,000多人被洪水圍困了2天2夜 現在停水停電 斷糧 23號早上 村裡出動批滑州自救 現在的話是那個批滑州是我們 我們自己然後向外面 外面擴張的信息 然後應該是我們自編的那種的救援隊過來的 就是斑馬救援隊過來的 不是說市政府組織的人員參與救援的 是我們自己在平台發布的信息人員過來的 對這次爆發洪水的原因張女士說 21號當地4個水庫同時洩洪 但都沒有通知 洪水突然沖進村子 屋裡水深1米多 外面低洼處2米深 大家都跑到屋頂上避難 新鄉灰縣讚成鎮南小營村王先生也說 21號下午突然爆發洪水 現在水緩慢的還在增長 反正沒有落的幾下還在漲 但是漲得慢了 多生有一米八生吧 一米八生 我們在房上在樓上在房上 困了兩天了 現在還有點吃了 還有的都沒有吃的了也沒有水了 對等待救援 吳村鎮王泛村林先生表示 他們那裡還在下大雨 村民都在屋頂等待救援 路上的水要有一米多推了吧 將一兩米了吧 兩米推了吧 人是出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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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外面這裡水 它一下漲上來了 它就是兩三個小時直接 直接又漲得這麼推 究竟這個球員就沒有得過來 水庫也賣了 雜魚賣了 林先生說 當地水庫洩洪沒通知 突然爆發洪水 導致他們無處可撤 美日經濟新聞證實 7月21號9點 新鄉市防汛應機響應 由4級升到2級 灰縣4座中型水庫同時洩洪 市區积水較深 有大橋被水流沖塌 部分地區有潰壩風險 人員被困情況普遍存在 鄉村急需救援 新唐人記者易如、李韻、劉芳 採訪報導 河南省遭遇大範圍強降雨 在中共治下 水庫無預警洩洪 致使洪水泛濫 民眾死傷慘重 由河南市民尋求幫助 表示他14歲的弟弟和同學 在京廣隧道失聯至今 7月20日 鄭州全城洪水氾濫 大水倒灌地鐵車站隧道 其中約4公里長的京廣路隧道 5分鐘內被淹平 大量車輛和人員逆水 22日 洪水漸漸退去 隧道入口處數百輛車露出水面 情景慘不忍睹 但隧道內仍是滿滿的洪水 很多被淹沒的車輛和人員 仍在隧道裡 14歲的鄭州少年徐玉坤和李浩銘 於20日下午 騎自行車進入隧道 之後跟同學打電話說 自行車被撐走了 然後電話斷掉 二人失聯 李浩銘的姐姐呂女士說 二人至今也沒找到 家人非常著急 李浩銘的兩位同學 隨後湯水前往隧道口找人 發現水流太急 無法進入隧道查看 然後通知了家長 得知弟弟失聯後 李女士馬上聯繫了 當地搜救隊和警方 但至今未果 就是想說這裡稍微有一個消息 知道它在哪就行 一點消息都沒有 我們都在打鐵 但是沒有一點消息 有很多救援隊現在一個一個在救 因為現在受困的人太多了 李女士說 目前隧道內積水還沒有完全排出 估計兩人仍在水裡面 她又提及 二十號下午 洪水瞬間漲上來了 直到官方發通知 他們才知道是水庫洩洪 鄭州周牧常莊水庫當天群力泄洪 導致鄭州群城一片汪洋 大量視頻顯示 地鐵站 車廂內屍體遍地 馬路上的水面上也漂浮了很多屍體 車輛和雜物 新唐人記者 易如 李韻 王子珍採訪報導 移民美國30年的華人老鄭 他的父親原本是山東青島醫學院最年輕的主治醫生 但卻在文革時期就因為一句話被打成了反革命 最終自殺 也對家人造成巨大衝擊 下面來聽他的故事 華裔移民老鄭的父親自上海第二醫學院畢業後 主動要求去邊疆工作 但由於成分不好 最終被分配到山東青島醫學院當醫生 當時 老鄭的父親是青島醫學院最年輕的口腔科主治醫師 而且是唯一一位雙學科醫師 還與老鄭的母親醫生共同創作了山東省首份口腔學雜誌 那麼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呢 就是說出了一句話嘛 當時開會的時候 有一個領導說毛主席紅太陽 這個是很正常 那我父親就是說太陽光是紅的 但是實際上它有七種顏色 它有赤層黃綠青藍紫 就因為說了這句話 他的父親隨後被打成了反革命 老鄭回憶到 父親因為想不通為何表現良好 卻被打成反革命 後來就自殺了 當時是1966年 他的父親29歲 老鄭只有5歲 而文化大革命才剛開始 我父親去世以後 我爺爺也瘋掉了 後來也死掉了 那我媽媽呢也打成反革命家屬 也做過牛棚 下過鄉 很多很多次 我是在幼兒園裡面被開除 我是小反革命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念小學 一直到快10歲的時候我才念 老鄭強調 若按照中國領導人的話 中國人不允許外國人奴役 那請馬克思主義離開中國 因為這正是對中國人最大的奴役 新唐人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中共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爆發移民潮 英國預期今年將迎來超過15萬港人 大部分將定居倫敦 週四 倫敦市長沙迪克漢宣布 撥款90萬英鎊 幫助港人來融入英國社會 我使用了三個最重要的說法 當時到外國人出席 是在倫敦開 週四 倫敦市長薩迪克漢表示 到3月底 有34,000多港人申請了英國國民簽證 其中約三分之一會選擇來倫敦 不過之前很多人由於疫情無法落地 週一 英國將香港列為綠色地區 入境無需隔離 預期將有更多港人赴英 4月 英國政府推出針對港人的歡迎計劃 撥款4,000多萬英鎊 協助港人融入當地生活 薩迪克漢週四 倫敦將從中撥款90萬英鎊 相當於120萬美元 在房屋教育和就業方面幫助港人 薩迪克漢還說 由於脫歐和疫情影響 倫敦出現大量職位空缺 歡迎港人申請 不過也有支持港人的社團擔憂 部分撥款會流入親共組織手中 據悉 過去兩年 英國有200多個親共華人社團表示支持國安法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 林明迪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目前美國已經解封 在觀眾們的喬首期盼中 神韻藝術團帶著全新巨作再次回歸 6月份在康州斯坦福的演出出現搶購潮 主辦方決定在7月 也就是本週末 在當地加演三場 來看報導 再次歷臨康州斯坦福的Palace劇院 現場座無虛席 一票難求 神韻紐約藝術團6月底在康州 帶來了2021季的首場演出 令觀眾感到相當震撼 神韻已失傳的舞蹈技藝 身帶手 跨帶腿 在東西合璧的現場交響樂演奏下 將共產主義入侵前的璀璨中華文明 展現在觀眾眼前 我認為它非常美麗 它顯示我們共產主義 在其他類似的報告或劇情報 或劇情報不能做 它顯示了一部分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最多人在西方不知 我們必須有更多媒體 因為西方必須聽到中國的歷史 而不是我們現在的電影 用這種向善的文化 和這種傳統文化中的人意道德 這些東西足可以戰勝黨文化 神韻帶來的藝術饗宴令觀眾回味無窮 6月份的演出場場爆滿 主辦方決定在本週末 7月24號至25號 在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劇院加演三場 新唐人電視台 紐約記者站報導 美國副國務卿訪問韓國聚焦朝鮮無核化談判 歡迎回來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週四 在首爾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 週五和多位韓國高官會晤 聚焦朝鮮、美韓同盟等議題 謝爾曼週日將在天津會見中共外長王毅 週五 副國務卿謝爾曼和韓國外長崔忠健會晤後重申 希望朝鮮盡快回應美方的對話提議 最近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罕見承認朝鮮糧食短缺 去年疫情開始後 朝鮮關閉邊境 切斷了和中國的所有貿易 我們全都感受到DPRK的人 他們實際上遇到所有的最困難的情況下 因為疫情的情況下 以及他們的食物安全 我們只希望讓DPRK的人 為DPRK的人 7月25日 謝爾曼將到訪天津 會見中共外長王毅 切爾曼和王毅的會晤可能是為此鋪路 有分析說 今年10月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週三表示 這次會晤 美國希望確保兩國關係有護欄 不會讓競爭升級為衝突 他還說 謝爾曼將利用這次機會 向北京展示什麼是負責任和健康的競爭 新唐人記者畢欣慈 雨薇綜合報導 據法國媒體報導 因為手機被間諜軟件監聽 總統馬克龍已經換了手機和手機號碼 而其他受到監控的國家政要 還包括摩洛哥國王 伊拉克總統 巴基斯坦 埃及總理等 法國媒體報導 愛里舍公週四表示 馬克龍定期換手機 他對這事非常認真 同一天 馬克龍在愛里舍公 召開網絡安全緊急會議 要求加強有關敏感通信方式的安全協議 據多家媒體報導 摩洛哥情報組織 疑似使用非馬間諜軟件監控多國政要 名單上有5萬個手機號碼 馬克龍是其中之一 序亞利、以色列和阿爾及利亞當局 已經開始調查非馬的使用情況 以確定是否發生任何犯罪行為 鄭州水災可能衝擊蘋果手機生產 鴻海召開股東大會 再來看到 全球約一半的蘋果iPhone手機 都來自鴻海公司在鄭州的廠區 近日 河南鄭州的洪災也令外界擔憂 是否會影響到iPhone的生產 不過據悉 工廠所在的工業區 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外資表示 鴻海iPhone的產能 60%配置在鄭州廠 深圳華龍廠和太原廠 約有20% 三個廠區可以進行產能調配 同時預估下半年 新機iPhone13要在8月才會大量量產 因此鄭州暴雨的影響有限 而鴻海今年配發現金股利4元 今天盤中順利完成填息 股東會將在23日召開 下面請看本期的環球財經簡訊 高盛的調查發現 極近半數的富豪客戶希望在投資組合中加入加密貨幣投資 顯示全球超級富豪對加密貨幣的興趣正在上升 高盛調查的客戶中 67%的資產超過10億美元 22%的資產超過50億美元 Meglin Capital總裁 能源專家Taiwill表示 經濟重啟帶來強勁需求 但減碳政策正在逼迫石油企業退場 B和Bitor這樣的大公司都在考慮脫手化石燃料業務 可能會導致5年內出現重大石油危機 德國大廠戴姆勒週四宣布 到2030年將投資400多億歐元 讓公司全面轉向電動車生產 同時還將和合作夥伴一起建立8家電池工廠 而到2025年 戴姆勒對傳統燃油引擎技術的投資將幾乎為零 歐洲央行週四暗示 利率不會在短期內上調 並表示即使通脹在預測期內未達到目標 也不會收緊寬鬆政策 但據央行官員透露 德國和比利時的央行總裁認為 歐洲央行在維持長期寬鬆貨幣政策上 做出了過多承諾 新南日記者政治綜合報導 泡菜名人的潛心之作 復興傳統美食 韓國泡菜名人金順子 為了在現傳統泡菜的味道 使用新鮮優質的韓國農產品 打造出健康美味的泡菜 也讓他旗下的品牌揚明海外 韓勝泡菜是以韓國食品名醬 泡菜名人金順子 用其獨特的製作技術為基礎 選用韓國國產新鮮安全的農產品為原料 保持傳統泡菜口味 韓勝泡菜 選取優質乾甜的白菜 用鹽水醃製 佐料選用韓國高品質的國產辣椒粉 加入用梨 蘿蔔和洋蔥磨成的泡汁 混合黃金比例 調配的蝦醬 魚醬和魚露 發酵出來的泡菜口感更加豐富 同時注意細節的汗勝食品 在製作過程中 不會破壞各種食物的營養成分 使泡菜更加營養美味 韓勝食品在原材料採購 製作及流通方面 採用科學系統的衛生管理方式 被韓國政府選定為優秀文化商品 並獲得多項品質認證及政府褒獎 新唐人記者今夜 韓國採訪報導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新唐人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